我说怎么一进周氏大楼 就闻见一股怪味 原来还有垃圾 没清理干净呀 有吗 我没闻到 施花花 你怎么脸皮这么厚 还要我说得 再清楚一点吗 马上滚出斐然 永远不要再回来 你谁呀 你找哪位 我是季小姐的私人助理 今天是季小姐 让我来找施花花 怎么 你们想拦我 我可以离开斐然 但还请季小姐 不要再为难周总 周总现在又不在这儿 你说这个话 是希望有人 听你传话吗 你少跟我装蒜 你就是故意打上季小姐 还装委屈装无辜 想获得周总的同情 你这些套路 我早在宫斗剧里看过了 这么爱演 辞职去当演员吧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站住 今天别想糊弄过去 你读书少 不知道什么叫廉耻 今天我就来好好教教你 不是你的东西 不要抢 高攀不起的人 别乱攀 像你这样 硬往人家手上凑的样子 真是恶心死了 你 怎么 你还想打我呀 我看你敢不敢 你到底想干吗 你不是很厉害吗 怎么现在怂了 打我要是希望吗 打我呀 你在干什么 周总 对不起 周总 又给你开麻烦 谁允许你在这里的 周总 今天是季小姐让我来的 不管是谁让你来的 立刻从这里滚出去 周总 他打伤了季小姐 你怎么还袒护他 他是我的副总 怎么处置他是我的问题 你算什么东西啊 什么时候轮到你做主了 立刻向石总道歉 我再说一遍 道歉 石总 对不起 对不起 别人推你 你一直会躲吗 季小姐 怎么了 我去斐然找施花花 想把她赶出公司 没想到周总护着她 反倒把我赶出来了 她明知道我是你的助理 她还这样 你要替我做主呀 谁让你去了 我不是想替你出口气吗 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我有我自己的计划好吗 我过两天就要去斐然 上班了 你这么一闹 我怎么一起把你带过去 去斐然上班 当然 想攻略一个人 就要在她身边 刷足存在感 而且还可以观察她的动向 我去斐然上班 天经地义 她也拦不住我 你做事之前有脑子吗 我需要你去斐然 断绞一通啊 你今天被开除了 开除 季小姐 我 我对你可是忠心耿耿 你是 你是对我忠心耿耿 但是我不需要一个 自作主张的傻子 你现在回公司 办离职手续吧 我 季小姐 我真的是为你好 还不走 老周 你什么时候过来照顾我呀 你们谁呀 季小姐好 我们是周总的秘书团 周总主顾过我们 从您现在到上好之前 由我们负责您的 严实解聚 老周人呢 周总已经去出差了 什么 请您放心 我们这儿受过 专业的护理训练的 一定会让您早日靠复的 周知美 请您消失 我们失败了 你看 你您的 谢谢大家